来 雨中 我想跟女孩分享 你真的是不知道 现在咱们中国有多发达 全世界各地 我不敢说所有的国家 但至少一些主流国家 我知道你学小一种 包括你要去的那个国家 现在拼命地想来中国 现在再也不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中国人玩命都要出去那个时代了 现在全世界 一些有识之士 都已经开始玩命地 往中国去挤了 时代不一样了 姑娘 不是那个情况了 好吗 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第二个 我是觉得 当一个男孩 自己吃馒头的时候 却要给你吃面包 你就不要再向他要蛋糕了 好吗 他真的是很爱你 全心全意地在爱你 就怕你受一点点伤害 处处自己很卑微 活得是很卑微 很小心 这个对于他 其实这是不对的 但这另一方面 他是爱你的 如果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是你的话 特别想满足自己的出国梦 虽然去了那边之后 也都是未知数 因为一片全新的天地 你肯定会受到很多的打击 跟坎坷 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达 如果你也像他在乎你们爱情一样 也很在乎他 我个人倒是有个小建议了 但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您说 你可以你们两个把后顾之忧先解决掉 之后你自己去那边 或者是男孩有没有可能一起跟着去那边 对不对 因为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所谓的陪读也好 跟着一起出国也好 因为你大概就一两年嘛 对不对 就回来了嘛 所以如果 我是觉得这可能是相对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爱情至上的话 好不好 再好好想想 好自为之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宇东